上一秒让我瞅瞅是哪个人这么大胆敢打我 下一秒喜笑颜开 原来是王师傅 或许只有男生才懂 许久不见用力一拍的含金量 那时候场上比分被反抄 脑袋有些蒙 有人使劲一拍我 我刚想说有病 一扭头却发现是王师傅 张兆阳的表情 突然有有些生气 变得十分开心 好似老友见面般的 与王师傅和羊妈相继握手 仔细一想 这好像是自从野球弟分崩离析以来 王师傅羊妈首次与张兆阳 在公共场合再见面 在山东Pinwork对阵为球购的比赛中 张兆阳并未出战 而是场面观战 一直以来 张兆阳都是以拼命三郎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与王师傅羊妈的场面温情寒暄 不禁让人想起 去年触底竟然总决赛 兆阳托着受伤的手 与赖走机场 无奈地说出那句领导让我挨打 种种场景也体现出 张兆阳的身不由己 如今师傅们时隔多日 重新聚集在球场上的画面 令人感动不禁先由手缘参加复战 后有两位师傅们参加街球霸王三分大赛 看来九位师傅们彻底恢复自由身 在三分大赛中 王师傅表现不佳 可能是与赵阳握手的一瞬间 被偷走的手感 不过羊妈表现出色 更是在右侧45度位置 将五颗花球全部投进 最终拿下三分大赛的冠军 让背后每日辛勤的400G三分训练 得到了好的节目 希望以后师傅们可以在球场上 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手 也祝愿双方越来越好